第七章 我们要介绍未能与能量守恒 这一章从第六章开始 这个功能定律 那就是我们应用的非常多 你们要格外的注意 好 我们先看一种能量叫做重力未能 假定这个XZ轴是在平面 地平面上面 Y轴是高度 Y轴是高度 我们有一个物体 它的质量是M 它现在呢受了外力 这个M是其中的一个外力的一者 还有其他的力的作用 总共就把这个物体 圆着这个弯曲的路径前进 它从A点到B点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问 它有好多力 但是我们不管 我们只管这个力 MG对这个物体做的弓是多少 我们现在问MG对这个物体做的弓 在A点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XAYAZA 到达B点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是XBYBZB 重力就是这个 它的弓 你看这里特别指定MG MG做的弓就是MG.DS 等于这个 DS就是位移 这个位移就是在这个 这一点的位移就是这一点的切线的方向 这个位移呢 在迪卡尔坐标 我们可以把它划成 以前我们是IJK 现在我们把单位向量变成I 变成XYZ 单位向量 你把这个一道 你看Y.X 这两个一道就是零 Y.Z也是零 所以Y.Y等于E 对不对 所以它就剩下这一项 这个成这个 那我们把负MG 常数拿到外面来 就是DY的积分 最后G出来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值呢 你看它最后的值 只跟它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起初的位置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而且只跟Y有关 垂直的位置有关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项 就把它写成EPB 用一个数字 用一个文字代表 因为这个功就是能 所以这个也一定是个能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叫做Potential Energy P就是Potential Energy 它是在B点 物体在B点的Potential Energy 减掉A点的Potential Energy 所以等于Potential Energy改变的负值 MG做的工 MG做的工 等于 这个物体 微能改变的负值 这个 是我们 导出来的 等等我们就要用它 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重力对一个物体做工 可使物体有能量P的改变 这个能量P的改变呢 仅与物体的位置有关 这个称作什么 称为 微能Potential Energy 微能 有时候我们也叫做势能 势能 但是我们从这里看 好像说 你看这个是B点的微能 这个是A点的微能 就好像是A点的微能就是MGY B点的微能就是MGYB 那么 EP我们就可以用MGY来表示 其实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积分 如果我们这是用不定积分的话 那这个 积出来 这个Y没有 这个Y多写的 这是MGDY 这个Y 把它去掉 MGY加C 加C 这个C呢 就是积分常数了 因为是不定积分的 就是一个积分常数 这个Y把它去掉 好 那应该是写成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积的是什么 定积分 定积分的话 就是说 它也有一个常数 它也有一个共同的常数 那么两个一减 这个常数就减掉了 就消掉了 你不晓得这个常数是多少啊 可是以后我们所要知道的 MG做的工 就等于两个位置的 未能差 未能差就反正这个C都消掉了 吃多少都没关系 反正它消掉了 那我们不需要知道它是多少 OK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讲 B点或者A点的未能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某一个特定的点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特定的点 这是零的地方 Y等于零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当作未能的话 加C应该是加C 这个 本来是这个 C 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这也很难过 每次讲到这个 总有一个C 就好像我每次后面总跟着一个人 说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 他如影随形 总是跟着我 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把这个C 把它消掉 就是说我选择一个特定的位置 比如说我选择Y等于零的地方 我令这一点的未能等于零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么这是零 零就是零了 这个是零 那C就等于零了 这个时候C就是零了 所以在这一点的未能呢 就可以写成EP等于MGY 这个C就没有了 不过你要写成这个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明 哪一点的未能等于零 这个倒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这个Y 它就等于MGY嘛 Y等于零一批就是零嘛 那就是Y等于零的地方呢 我们是设定它 在双向的位置无关 你看它只跟YA YB有关吗 跟XA ZA 都没有关系 那么只要将物体从YA移到YB 所做的弓与移动的路径无关 你从Y到A 我们刚刚画的那条曲线 你可以画另外一条曲线 不过它也是从Y到A的话 那么这个弓都一样 所以弓呢跟路径无关 还有如果我们做的弓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A点 刚刚那个A点到B点 我又绕一圈又回到A点 这个时候它的总弓就是零 总弓就是零 所以满足这个关系的这个力 凡是满足这样关系的力 就是一个力做弓 只跟起初位置幕后位置有关 它的封闭路径呢 做的弓等于零 那么这个弓我们就称它叫做保守力 Conservation Force Conservative Force Conservative Force 用FC来表示 那么MG就是其中的一种 Conservative Force的一种 它具有这以上的三项特点 但是我们说满足这三项特点 为什么要取它叫做保守力 你可以取别的名字啊 为什么叫保守力呢 原因就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个物体 你用手把它慢慢拖到这里来 拖高从A点拖到B点 慢慢拖啊 就是每一步都好像是镜子一样 每一步都好像镜子一样 那么你所用的力呢 一定是跟它的什么 MG相反啊 MG的方向相反啊 那么它的弓呢 就等于你外力做的弓啊 你手做的弓就等于MGH 你做到这里以后啊 它的弓的种子叫MGH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一放手 这个物体会怎么样 往下掉 对不对 会往下掉 往下掉的时候 你手就已经不在上面了 那只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呢 只有什么力呢 MG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是负MG 这个力量朝下做工 做工 它从H高做到0 结果也是MGH 那也就是说 我起初用这么大的力 把物体拖到这个地方 做的工 我手一放 这个物体掉回来 也会对外做工 对外做工 那就是说我做的工啊 起初没有浪费掉 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可以让这个物体掉回来 把这个工还给我 替我做工 那就是说MG这个力啊 它会 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外力对它做 对这个物体做工的话 它会把你这个工啊 保住 不会丢掉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桌子 这个墙才桌子 它跟地面有摩擦力 对不对 如果我用很大的力气 把这个桌子从这边推到墙那边去 我的力要克服什么力做工啊 摩擦力啊 我拼命做工 拼命做工 把他推到墙那里 我问你 这个时候我一放手 这个桌子会不会退回来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退回来 你刚刚做的工哪里去了 有没有存起来 没有存 刚刚做的工都变成热量都耗散掉了 它没有保存起来啊 没有保存起来 所以像这个摩擦力 这个这个力 他做的工 我们就称它叫做耗散工 那么我们对一个物体的重力 就是我们反对重力做的工呢 可以保存起来 重力替我们保存起来 他将来回到原来位置的时候 他会把原来我们对他做的工啊 再吐出来还给我们 所以说能够将做的工转变 为未能除藏起来的这种力 便是保守力 像MG就是保守力 你对他做的工 他会把你保存起来 因此这个力啊 叫做保守力 这就是摩擦力 他就是摩擦力 他不能除藏 也不能试毁这个做的工 所以他叫做非保守力 我们通称他叫做非保守力 叫non-conservative force 我们用FNC来表示 FNC来表示 那么以上就是介绍啊 重力未能 重力未能 那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conservative force 就是我们这个N不要 FC叫做conservative force 就表示 这个力呢 它是一种保守力 像MG就是保守力 你反对这个力做的工啊 那么他会给你保守起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机械能守恒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上一次讲第七章 介绍了重力未能 就是说MG对一个物体做的工啊 我们可以利用工的式子 把它积分出来 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两项之是差 这两项因为跟位置有关系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未能 是因为它是MG的未能 所以我们叫做重力未能 那我们用这个 跟这个式子来表示未能差 这个未能差 那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 好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看机械的手痕 我们讲功能定律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过 所有的力对物体 所有的外力对物体 做的工叫做总工 总工的效应是什么呢 是改变这个物体的动能 所以Total Work 等于动能的改变 这是第一种形式 你们学的第一种形式 然后呢我们就学了保守力 像MG这个就是保守力 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过 因为你克服MG所做的工啊 那MG呢会 就这种工呢 它会保守起来 它不会耗散掉 那么到时候 这个工它会释放出来 所以你存进去 就等于说你是存进去 可以拿出来 因此这个叫做保守力做的工 我们用这个 Conservative Force Conservative Force 就是保守力做的工 我们用这个 这个符号来表示 它是等于 未能的改变的负值 我们讲的时候是用MG讲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用这个 还一般的 凡是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工 我们都可以把它写成 未能变化的负值 这是第二种形式啊 那记者 功能定律只有几种形式 你不能随便乱写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Total Work 把它分成 因为Total Work 是所有的外力 对不对 我们把外力把它分成 非保守力与保守力 那这一项是保守力做的工 这一项是所有 非保守力做的工 好 那么非保守力做的工 我们保留在这里 保守力做的工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工 未能变化的负值 好 那么Total Work 又等于动能的改变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等式 这个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把 这一项搬到这边来 我们就有非保守力 做的工 全部就作用于一个物体上面 所有非保守力的总工 是等于什么 等于动能的改变 加上未能的改变 这是第三种形式 学过一种 两种 三种 这一定要记住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 potential energy 我们假定 现在是重力未能做的工 这个未能的改变 重力未能做的工 我们可以写成mgyb 减mgya 好 然后呢 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头去 elta ek是 后来的 b点的动能 减到a点的动能 然后未能呢 就是 b点的未能 减a点的未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 重写一下 b跟b 就是b点的动能 加未能 减到a点的动能 加未能 那就说 所有非保守力 做的工 要等于这个物体的 这一项 这个我们后来就给它叫做 基建能 基建能 等于这个基建能的差 基建能的差 基建能我们又称的叫做 力学能 因为mechanical energy mechanical 有时候我们是代表力 所以啊 功能低率第四种形态是 所有作用于物体上的非保守力 等于这个物体 后来的基建能 减掉起初的基建能 这个一定要记住哦 四种形态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条件 假如啊 这个物体所受的非保守力 它所有的非保守力 所做的工 合起来等于零 那么就是这一项等于零了 这个等于零呢 那就是这个括弧 等于这个括弧啊 那这个就是后来的基建能 等于这个物体起初的基建能 那也可以写成 任何位置的基建能 等于定值 这是任何位置 那么也可以写成什么 EK加EP等于定值 因为这就是EK 物体任何一个时刻的动能 加任何一个时刻的位能 等于定值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一套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 这个叫基建能守恒 Conservation of Mechanical Energy 基建能守恒 有条件 不是随随便便就守恒 它有条件 它的条件就是说 作用在这个物体上 所有非保守力做的工 所有的工 总和 要等于零 在这个条件之下 才有基建能守恒 基建能守恒 你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这样子写 OK 记住啊 我们上面讲的四种形态的 基建能 跟基建能守恒 四种形态的功能定律 跟基建能守恒 现在我们来看立体 这里有一个 四分之一圆形的一个圆弧 半径是R 有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它原先在这个地方 是静止的 然后摩擦力都不算 然后它从静止开始滑下来 滑到B点 最后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球 在这个位置的速度 等于什么 这个怎么做 我知道你们都会做 你们就写 二分之一MV平方 等于MGH 就MGR 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就可以出出来 这样子球 它的答案是对 但是你这个方法是错的 为什么错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能量 有没有一个定律 叫做动能等于未能 有没有 刚刚讲的能量有没有 功能定律 有没有这么一个定律啊 动能等于未能 有没有 没有嘛 那为什么这个可以是动能等于未能呢 我们说 像这种题目啊 我们 首先我们先分析 你知道起初的状态 起初呢 位置在这里 然后速度等于0 然后滑下来到这里 这是末后的状态 你要求末后状态 位置知道了 但是它的速度要求 根据牛登 运动学来说 你要求这个末后的状态呢 你除了知道起初状态之外 还要知道加速度 这个物体任何一个位置的加速度 你知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它加速度多少啊 所以运动学不能做 好 运动学不能做 那我们现在怎么求速度呢 我们就想到功能定律里面啊 有速度 动能就是有速度 OK 好 我们就用功能定律 所以我们分析以后啊 我们就用功能定律来做 决定用功能定律了 好 我们首先把这种形态写出来 因为现在有MG做的功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形态 好 这就是你 这是功能定律啊 你拿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人家都认得他 都承认他的 好 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的要领是什么 现在要记住 你要把A点的 起初位置的 起初的位置跟速度 看看知不知道 然后看看他 B点的速度跟位置知不知道 好 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设定 因为他 牵涉到MGY MGY呢 我们一定要设定一个 Y等于0的位置 然后MGY才是他的位能 所以我们设定什么呢 YB等于0 你可以设定YA等于0 我们设定YB等于0 那么YA就等于什么 那就等于R了 因为这个高度是R 好 VA就是这一点的速度 已经告诉我们是静止嘛 静止 知道 VB呢 不知道 要求的 这个要求的 因此啊 这右边这四项理念 有一项不知道 你现在就是要求这一项 因此你要用这个等式来求VB的话呢 左边这一项一定要知道 左边一定要知道 因为右边有三项知道 就是他不知道啊 你左边再不知道就不能求了 所以我们就要把 non-conservative force the work 把它写出来 你要求这个work 这个是什么work啊 就是物体所受的非保守力 所做的工 那你就把这个物体呢 在第一点跟最后一点的中间 随便拿里把它画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看看 它总共受哪一些外力 总共受哪一些外力 现在画力图哦 又在画力图了 看到没有 首先考虑什么力啊 首先考虑什么力 这种超距离 对不对 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然后是什么力啊 接触力 这里有个面 接触力是一个面 因此呢 它有垂直方向的接触力 跟切线方向的接触力 垂直方向的力 我们称赞叫做normal force 切线方向的力 就是摩擦力 可是这个地方 它说没有摩擦力啊 所以摩擦力就不画了 所以它只有这个力 所以现在的外力 只有这两个 我们要算WNC的时候呢 我们是指定它是什么力啊 非保守力 那因此这个保守力 就不算它了 我们就不算了 你不能再算 因为保守力已经算在这里了 重力里面了 重力为难里面了 所以只有NON 只有NORMAL FORCE 所以非保守力做的功 就是NORMAL FORCE做的功 但是因为NORMAL FORCE 始终跟它的位移是垂直 因此这个DOT就是0 所以NON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功 等于0 好 现在左边知道了 是0 右边有三项知道 你当然可以求这一项了 你就把这个值带进去 0带到这里 二分之MVB平方 VB不知道造写出来 YB是0 所以这就是0 VA是0 所以这一项是0 YA是R 所以这一项是MGR 从这里我们得出来 二分之MVB平方 等于MGR 这个就是动能等于未能 原来为什么会 你做的答案为什么会对呢 因为这个题目 最后也是动能等于未能 但是这个不是定律 就是说 我们用的这个式子 不管你什么题目拿来 我们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我们在这里头 我们是把起初条件 所有的条件都带进去了 我们最后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它的结果是这个 你不能把一个问题的结果 拿来当成定律 所以这个是由这里导出来的 然后VB就等于这个值 所以以后你们做题目 你不能直接写 动能就等于未能 即使你的答案是对 我也要算你是错 因为你那是碰运气碰的 这个没有一个定律是这个样子 记住 如果R是一公尺 一公尺 然后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2G2 该根号 R是一公尺 带进去 14.43m per second 相机 录于 在这边 在这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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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